拍电影时发生的致命意外 1958年的电影《成亲思汗传》 人称被诅咒的电影 它意外地将取景地选在了内华达州核实演技地附近 外景结束后 片方又将充满核辐射的沙子运回摄影棚继续拍摄 在电影制作结束后 220名剧组成员共有91人因遭受辐射患癌 是电影史上最严重的事故之一 1983年的阴阳魔界在拍摄时 有一幕直升机追着男主跑的镜头 但是由于爆炸过于激烈 热浪使得直升机唯一损坏 顿时翻滚坠机 高速旋转的螺旋桨划滑过之后 男主以及他怀中抱着的两个小演员伸手一出 而在拍摄之前 男主还开玩笑时地说 我怎么会答应他们不用替身拍这场戏 我应该找个替身的 1930年的地狱天使为了拍一个战斗场面 准备了整整87架战斗机 比当时用在战争中的都多 而在拍摄一个飞机向下俯冲的动作时 意外坠毁了三架飞机 飞行员无一生还 亲自上阵掌镜的导演 也摔成了重度脑震荡 小李兹主演的电影《飞行家》 就还原了这一段故事 电影《集道者》为了还原极限运动的真实感 全部采用真人实景拍摄 没有一秒钟的特效镜头 危险度极高 在三年的拍摄过程中 共有三名全球顶尖的极限运动者替身不幸李氏 所以到底多少票房 才抵得过这三条人命呢